俗哥说电影 帮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美国的恐怖片 地狱之亡灵气所 影片一开场 在1670年的塞班岛 到某个土著人的部落 西班牙军官王德白 因为凶狠残暴 外带卖假豪的药 被义愤填膺的群众给抓了起来 作恶多端几十年 王德白没想到自己会在阴沟里犯了款 虽然他苦苦的哀求 但这帮人还是没犯过的 经过一个简单的仪式之后 红裤衩手起刀落 剥掉了王德白的脸皮 然后七手八脚 把王德白扔进了扇洞 用水泥给封上了 转场之后 金发姐受领导的委派 带人前往塞班岛 为公司考察开发度假村的地点 来到酒店之后 服务生说大姐 这是我们这儿的吉祥物 纯中药金炮 贴身配戴不仅能治脚剂 还有驱鬼避邪的功效 在出事之前呢 咱先把人物给介绍一下 除了金发姐之外 还有她的助手 会点日语的建筑师大长脸 土地经纪人胡子叔 摄像师小白脸 和胡子叔的司机面团哥 转场之后 在胡子叔的带领下 一行人来到了 以人际罕至的地儿 金发姐公司满下了这块地 据说以前是当地土著人的墓地 后来在二战时期 被日本人给毁坏了 所以当地人都传说 这个地儿是个诅咒之地 哎呀 要说金发姐的老板 那可不是一般人 敢在这种地方建度假村 这得有多大魄力 金发姐说 我这尾巴根一直的冒凉气 这地儿可是有点不对劲啊 金发姐说 科学的发展是日行月异 什么凶宅鬼于不相之地 全是封建民意 金发姐正在利用航拍 观察地形的时候 无意中发现 两个当地的土著人 正在他们公司的地皮上下流的 金发姐说 这什么情况啊 这面团哥的嘴快 说他们可能是要去地宝 金发姐说 什么地宝啊 胡子叔说 就是一个旧机枪雕王而已 没啥了不起 金发姐说 那得去看看 万一下边买的有炸弹呢 转场之后 一帮人来到地宝的门头 看到一老头正跪在地上磕头了 面团哥说 这是私人领地啊 甭跟着吓唬闹 老头揭开面具 二目如电 把面团哥吓得 当下就是猛的一颤 老头说 孙子 你呀再推我一个试试看 胡子叔说 这里边黑洞洞的 阴气很重 一旦进去就有可能丢了命了 咱还是撤 金发姐这作死小能手的戳号 那可不是白叫 一马当先就冲向鬼门关了 这个时候 小白脸在地上 看到了老头临走时 一落几下屋 这哥们儿也不管三七二十一 顺手就揣到兜里 哎呀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万事俱备 只欠动风了 一帮人如屎康 掉进了大风坑 这一去便无影无踪了 进入地宝之后 负责设向了小白脸在前 几个人跟在后边 便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从屋里的桌椅板 弄军用固资 地上的手枪 墙边的干尸来看 这里确实是一个 二战时期 日本鬼头调宝 当这帮人 正瞎悬末的时候 张大爷突然神奇般的出现了 张大爷一见如故 上去就把胡子书给包 胡子书当时就吓尿了 用力一推 张大爷一头磕在了墙上 当时就梦圈了 金发姐说 大爷您别害怕 我们都是好人的 不会伤害你 刚才那一下 确实把张大爷磕得不清 老爷子有点捣不上去 张大爷喊着胡子书的名字说道 听我一句劝 你一定要领二盘 然后张大爷又冲金发姐说 都是你这个败家娘们惹的祸 这张大爷说完就死了 胡子书说大家可都看到了 是他自己交的贩票 金发姐说 他怎么知道您的名字呢 胡子书说 那我哪知道 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种刺耳的声音突然响了起 紧接着是一片大乱 这摄像机也断了电 啥也看不见 当这帮人醒来之后 发现张大爷和那些干尸全都不见 而且屋里不知道 什么时候还突然电了 由于事情变得越来越诡异 大家伙就打算撤退 可哪有那么容易啊 门早就被封死了 谁也出不去 而且所有人的手机都没信号 这也明显是交贩票的征兆 大长脸说 日本鬼子那么狡猾 这里边肯定有别的出口 由于地形复杂 这帮人兵分两路 开始到处下悬磨 胡子书带着司机面团哥 很快找到了一个电视台 可这两个人都不会日语 只好去找会日语的大长脸 金发姐和大长脸等人 在另一个房间 找到了一个日记本 上面记录了 日本军官队自己最行的唱会 就在这个时候 日本小队长兔脑亮 突然拿着枪出现 大长脸说 你对这里应该很熟悉 我们怎么才能出去 兔脑亮说出过去了 全都带嗝的屁 这兔脑亮说完 碰的一枪就把自己给逼 胡子书说 这什么情况啊 金发姐说 他知道自己是个王八蛋 所以主动了喝汗 金发姐等人离开之后 面团哥在兔脑亮的兜里 发现了一个机枪屋 由于这哥们 早就背弃了自己宗族的信仰 因此很快就被诅咒了 随后金发姐和大长脸等人 来到了发现电台的房间 可大长脸呼叫了半天 面也没人搭理他们 这几位在山洞里瞎溜达的时候 发现了一些当地土著人 留下的历史资料 小白脸说 这里是古代酋长的目的 这种吉祥舞娃娃 同时拥有酋长和他新娘 两个人的灵魂 自要是把两个娃娃一分开 就会形成诅咒 胡子书和大长脸 正在一个挂着高耀旗的房间里 瞎悬磨的时候 被诅咒的面团哥团出现 面团哥说老板 你最好听从祖先的警告 不要瞎胡闹 胡子书一看 随后小白脸和金发姐 也分别出现了幻觉 小白脸的妹妹 当年因为小白脸的一个失误 不幸丢了命 而金发姐当年因为马虎大意 自己的儿子不幸掉水里嗝了屁 这个时候大家才发现 原来这里的时间和空间全是乱 不仅如此 由于诅咒的开启 每个人都不得不面对 自己内心最阴暗的一面 鉴于情况越来越诡异 金发姐大长脸和胡子书 迅速开了一碰脑会 根据日本小队长 《通脑量》日记中所记录的内容 他们发现了当年的一些引擎 原来在二战期间 《通脑量》的一名手下 无意中开启了 卖假耗子药的王大白的封印 王大白临死前留下了一句话 说你们只能活一个 《通脑量》一听可吓得不轻啊 待着人就想跑 那还能跑得了 最后所有人都死了 就剩下《通脑量》一个光尔斯令 而且这哥们想死都死不了 必须在这里忍受着地狱般的骄傲 哎呀 看了那么多关于诅咒的队 这是最有正能量的一步 必须点个赞 三个人这边刚开完会 突然听到小白脸在那边一声惨叫 大长脸和金发姐过去一看呢 发现小白脸已经交了饭票了 在这帮人当中啊 头脑最冷静的就是胡子叔了 这哥们心想啊 既然只能活一个 他就必须把其他人做给啥 所以他首先干掉了小白脸 然后又捅了大长脸一刀 冷淡姐和面团哥 刚准备把两个娃娃凑一块解除诅咒 失去理智的胡子叔 就把好事给破坏了 面团哥离此前 冲着胡子叔不停的冷笑 大长脸回过神之后 意外的从摄像机里发现了 只能活一个的秘密 于是他急忙找到金发姐 此时的金发姐正拿着 兔脑亮的枪准备把胡子叔给毙 大长脸说这孙子不能杀呀 金发姐一听马上明白怎么回事 于是就把枪递给他大长脸 大长脸也没犹豫 一枪就把金发姐给毙 胡子叔一看高兴的是咯咯直笑 大长脸说你这个大傻貌还不知道啊 这是一个圈套啊 七十年一个轮回 你还就等着倒霉 大长脸说完就死在了金发姐的旁边了 胡子叔一听当时就梦了 心想这到底什么情况 当他拿起摄像机一看 这当下就是猛的一颤 原来刚开始他们看到的那几具尸体 就是他们自己 那位跟他一见如故的张大爷 其实就是他本人 只能活一个的意思是说 胡子叔必定跟那位日本小队长 痛脑亮一样 想死死不了 只能在这黑暗中忍受着痛苦的降熬 等到七十年之后 他跟着金发姐等人还会再过来一趟 一次一次的循环 根本就没可玩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集 天堂有路你不去 非得主动下地狱 跟着作死小能手 怎么可能不跟平